我们没有看到魔鬼 没有看到地狱 出生只看到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我们看不到的 没有看到苦苦 不怕苦 意就造业 不恐苦因 对于造作物业 他不怕 他不恐就不怕 那么最平常的 饮食齐聚 吃重身肉 这是最平常的 我今天有同学给我一个资料 是08年的 这有个数据 人类吃掉这些动物 有580亿 这是根据调查统计 吃的最多的是鸡 580亿里头有510亿是鸡 510亿只鸡被杀了被吃了 35亿的鸭 鹅跟火鸡 这三样东西有35亿 还有35亿是动物 不如类的动物 总数是580亿 我们知道啊 这些动物都有灵性的 这些动物都有灵性的 我不出家了 出家之后 遇到有个同餐 道友 他比我好像是早一年 不到一年 早几个月出家了 广化发肆 在台湾提到这个人都知道 他持戒很严 也被很多人称他做律师 研究戒律 讲戒律 我跟他在一起 住过三四个月 他告诉我一个事实真相 他没出家之前是军人 管军需 管钱的 所以用钱就方便了 他说在那一段期间 大概有两三年 他每一天吃一只鸡 造的这个业 有一次在浴室里头 他洗澡在浴室里头 看到这个浴室里好多鸡到处乱飞 他就躲避 这样滑了一跤 腿跌断了 所以以后出两个怪账 万年做轮椅 他告诉我 他这是重罪轻包 这个包不轻呢 到晚年的时候好可怜呢 晚年的时候 他迷惑了 朋友见面都不认识了 一夜深念佛求往生了 那就不可靠了 他要能往生 那处是中阴 靠住你 他能够醒悟过来 这一切这样都可怕 好吧 看看 我不用了 我打 notions 我打算 我打算 我 not